大家好,这里是娜家的小花园 现在这棵天方叶坛呢,已经开了有半个月了 前一段时间一直在下雨,然后遇到高温 开了这么久之后呢,有些花就已经凋谢了 另外剩下的一些花,观赏性也大大的降低了 同时开了这么久,花量这么大 然后对于这棵植株呢,也造成了一些影响 大家可以看一下,底部呢,有些出现了这样的黄叶 说明还是有些缺水 这个花盆呢,有点小了,对于这个植株来说 所以今天就打算给这棵天方叶坛进行一次修剪 顺便给大家拍一期灌木月季应该怎么修剪的操作视频 好的,下面就开始吧 首先呢,灌木月季的修剪呢,你要根据你这个植株的高度来决定的 如果它的枝条过长,那你可以修剪的短一些 如果它的枝条比较短,那你的修剪就不要过重 那大家看一下我的这棵天方叶坛 它的这些枝条啊,其实也并没有特别长 然后它整个植株本来就是一个矮胖型的 所以我们的修剪呢,就不要过重 我修剪与灌木月季的话,一般就是给它定一个主要的高度 中间这么高的地方,这个地方应该留到这里 中间你不用考虑说这个叶子朝向朝哪里 中间无论它怎么长都没关系 边上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叶片朝外 那我订个手机支架再给大家来拍吧 现在我给它几桌的 所以我给它几桌的 就这样 我给它几桌的 好的那这颗天方夜坛呢 初步的修剪就已经到这里了 又是那个熟悉的矮胖的造型 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把里面的一些芒枝或者细弱枝剪掉 这个就是芒枝 还有一些特别细弱的这条剪掉 像这一根非常细弱的 这不需要了 这种内向生长的细弱枝 没有必要留着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个长在里面的芒枝 也不用留着 直接剪掉吧 就再做一次这样的清理 好了那这颗天方夜坛的修剪 就先到这里了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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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